什么相亲哦 哈哈哈你不去就别着我这个妈了 那个妈你把地址先发我吧 老板我有点急事车你先凶着 好好好您走慢走 帮你相亲对而且一定要帮我搞到 只要你搞定了 你就可以自己管你了 爸爸那边我帮你搞定 这个是你说的呀 请教你好 我叫人科是个富二代 刚从国外留学回 你好我叫人科刚从国外留学回 我你好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我名片 呦环球集团总是这么有忙的 来相亲你不会 是什么不都不乱 对了雷你知道吧 我是从美国回来的 所以啊可能会有点哦 要不 我们找个人 这个酒店 可以可以 你试试哎 动够啊哎 啊终于搞定了 喂妈 你介绍的都什么人啊 我都没忍住发飙了 他欺负你了 那我重新给你哎打住打住 晚上还有事就先不回来咯 车还没修好呢 喂老板 那个我车修好没 哦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里呢有个员工请假了 还得晚点到时候给您送过去吧 哦行 那你晚点送过来哦 我把地址先发给你 哎好好好好好 老板 我那赛车尾翼什么时候到啊 哦快了快了 哎对了唐少 你能帮我个忙吗 嗯 喂 喂 这车送到了 我再门过来你在哪 是你 嗯 好钥匙给我 明路 才真是你啊 离了我这么久 还担着 谁是我没能破的 亲爱的 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林路 你看你找的是个什么朋友 唐少 你父母的事情已经帮你搞定了 看来你才是他的亲儿子 你帮我搞定相亲 我帮你搞定你父母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玩你的赛车 我们俩虽然扯平了 柯总 这位是 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汤少啊 他就是汤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哦 是小汤总啊 刚刚那个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们公司跟汤氏集团还有很多合作 您老是不继承人过 哦 是吗 可是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从今天起 汤氏集团会取消和你公司的一切合 哦对了 被汤氏集团取消合作的 会被业内 他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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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汤总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干嘛 让我死的是吗 你干嘛 本来就是逢场做戏 你这么认真干嘛 你以为你好得到哪去 嗯那个谢谢你跟我演戏 我就先走了 谁说他跟你演戏啊 别会了 人呢 有没有人 老板 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还好意思问 上次在你这修的车 你们扶炎了事 根本就没有修好 这 那我先查一下维修记录 你的意思是我讹你们呢 没有老板 这是我们的规定 我不管啊 之前的就算了 总之给你们三天时间修好了我才给钱 哎老板老板等一下 这是您掉到车里的 哎等会儿 这钱捐过你的手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抽几张啊 等我数完了你再走 行走吧 小鱼啊 小鱼啊 我说你也真够傻的啊 你咬一万 你得修多少车 反正又没兼顾 要我说你拿完一世人家的救命钱呢 就他那不讲理的人 哪里需要向救命的人 就是啊 反正不是我的钱 我不拿 哎 傻吧这样 傻子 哎哎哎对对 往这边往这边 我放他走 我放他走 哎哎哎我走回我走回哎哎快 我来我来取车 小鱼还要取车 哎哎继续继续老板 带你修好了 你清洗过 吃下了一圈也没问题 带你去看 我这边我这边我来了我来了 我来 哎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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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您擦一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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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时间的 你忘了店长是我们亲戚了吗 我们想什么时候下班 就什么时候下班 啊对了 别偷懒 小心我像这就告诉你 就是走 老板 怎么又是你 你们这只有你一个人修车吗 哦 其他人下班了 老板 您还有需要吗 你帮我把车胎换了吧 哦 老板 好了 之前我的车也是你修的吧 你修车的技术不错 服务态度也好 像你这样的 在别的店 恐怕已经是店长了吧 老板 您就别开我玩笑了 去 把你们店长叫来 啊 我说把你们店长叫来 去 把你们店长叫来 啊 我说把你们店长叫来 我要 什么事啊 非得让我出来 店长 这位客人 想给咱们店提一些建议 哼 我还以为为什么 拿张纸让他写下来就行了 烦死 你什么态度啊 你这么不尊重顾客吗 你信不信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你们店了 开个破车 爱来不来 我们店不差你一个客人 我要到总部去投诉你 哼 你去呀 我好怕呀 你 你什么你 还不快滚 什么档次 刚才我 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赶出去 哎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店长 来我们店都是我们的客人 而且他也没闹事 我也没理由赶他出去 嘿 欢小鱼 你长本事了什么 这得跟我对着干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跟他一起滚 我又没做错什么 凭什么开除我 哼 在这儿 这是我说的 你站住 要混蛋的 应该是你 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吗 我可是这儿店长 刘明说 通知一下冰箱分店的店长 他被开除了 你喝干了是吧 你以为自己是董事长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地 就算是董事长来了 他也得先跟我打招呼 就算是真的 他也听我 喂 牛秘书 董事长 董事长 作为店长 管理资金 下面的人蓝残也就算了 还都是你们家亲戚 服务态度极差 我来了几次这个店 一次都没有看得过 你这个店长 这样下去的话 我的店会被你看垮的 董事长 我 我 我错了 似乎有点不识泰山 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别再说了 既然你胜任不了 店长这个位置 那就让便宜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这家店的店长了 啊 这 这不合适吗 董事长 不管什么行业 想要做的长久 人品和服务 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我说你合适 你就合适 谢谢董事长 明天你那两个 导致的机器 就不用来了 明天记得照人啊 好好看 哎